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6月5号我们集结了约100名的身心障碍者跟支持者 然后留心来到行政院 我们的诉求就是不管多么重度的障碍者都可以跟所有人一样生活在社群 可是因为政府的制度失灵造成很多障碍者还是被关在家里 甚至我们平均每过去半年有每两三个月就有照顾者杀死被照顾者的案件发生 在这个期间我们失去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兄弟姐妹 虽然有一些是不认识的人 但是我们今天有带一些我们已经失去的伙伴 他们也是集中部的障碍者 可是因为得不到政府负责支持 自己人都是很辛苦的生活在每一天的特殊品件 那针对上次的诉求 他们在今天6月28号会在9点半短时交代会议 那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 我们是要让他知道说我们非常在意这件事情 而且他们所决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现场在门口的外面的人都有非常大的关系跟影响 他们没有邀请我们 他们没有邀请民间团体参加 他们说这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先行的共识会议 所以呢先有个共识会议之后 再来跟我们做讨论跟对谈 那到底会不会召开会议也不确定 不过我们会紧追着不放让他知道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的命运其实现在是被官员决定 但是呢我们不会这么样子那么容易的答应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呢就是 我们有自立神庙 哦神庙来了哦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挂杯 那也来挂杯了哦 是的为什么呢因为 因为障碍者常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天零零 大家一起喊天零零 天零零 地零零 地零零 叫小英不零 叫小英不零 叫万亿不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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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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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Tamam 好 好 ica 好 工作條件環境沒有任何保障 今天是龍哥的生日 相信認識周啟龍先生 就知道他之前是住在機構 他是非自願的被強迫住在機構裡面 然後他現在出來自立生活 可是面臨了政府失能的制度 每一天過得非常辛苦的日子 那剛好今天你們開會的日子 也是他生日的日子 6月28號是龍哥的生日 所以我們請他把他最沉重的訴求 跟最大希望的訴求 在這個信封裡面 請你們帶回去 好好的去閱讀觀看跟檢討 那請把這個傳給你們長官 我們今天有初步三個結論 就是說在時數的部分 我們就是會提高到180塊 然後呢 時數還是時薪 時薪 對 那時薪的部分 我們也是朝向財性的規劃 那這個部分 因為他就設計到財性要平衡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原則上會納入一個會議來處 那這個會議會在三個目標 那這裏中心的部分 我們會在北中南東四個地方 我們希望根據你們的需求 然後我們讓這個北中南東有 縣市政府願意 然後委託裡面才能來辦 那在一年的事辦結果以後 我們再來接考 我們所關注的 居服跟各處的專程 居服跟各處的關係 還有我們各處的時速 時薪 還有後續的這些發展跟管理 那我們是決議是希望能夠 納入國外的經驗 還有國內的學者專家 一起來組成一個平台 就剛剛我們雅燕科長講的 有一個平台 在三個月內 把它找來開會 然後確認這樣一個方向 接下來就朝這個方向來發展 因為比較難從單一的聲音 去決定大家整體的這個權益 所以我們比較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平台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平台我們也可以參加嗎 這個部分我們會規劃 因為其實我們也必須要參加在會議裡面 最怕的就是沒有我們參與 你就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我了解 學者專家這個部分 怎麼樣邀請我們會規劃 各位請你們修正 其實在整個參與裡面 應該要邀請障礙團體 障礙者才來談到學者專家以及國外 因為畢竟這個土地的生活是我們自己的 不是他們的 所以其實要障礙九個一步 好我知道 我說這個部分我們會納入規劃 在10月也要CRPG的審查會議 所以希望您剛剛講的這些東西能夠出入落實 跟做到 很多的內容我們在N年前都已經做了 我知道 那其實我們不會這次就結束 10月11月因為有外國的審查專家會來 所以我們還會有煙草味能夠去參與 所以請三個月之內的會議能夠有午餐 會議能夠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辛苦了大家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謝謝